大家好,欢迎收看志远书香,我是宁希,喜欢请您关注我,这样您就能及时收看到志远书香最新的节目 李玉是南唐最后一位皇帝,他富有才情,前期的作品慈风归丽,以你柔情 中期他开始意识到南唐局势的严峻,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和哀愁 但很多事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慈风转为清淡忧愁 王国之后,李玉的词风大变,成欲哀婉,题材广阔,含义深沉 在婉堂五代词中别墅一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对后世词谈影响深远 有人说,人们所经历的人生苦痛都会让人有所获得 从文学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讲,会成为创作的源泉和养料,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词《乌业题》,昨夜风尖语 就是李玉王国降宋之后生活情况和求居心境的描写 开保八年,北宋军队攻进金陵城 这个时候的南唐已经无力抵抗了 李玉作为南唐后主,肉坦出降 被俘虏之后,他被宋朝军队带回了宋朝首都汴京 并软禁在这里,李玉就是在这样的屈辱心境当中创作了这首词 表达了求居生活中的故国情思和现实痛楚 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无限的忧愁 这首《秋夜舒怀之作》没有用点,也没有写具体的人和事 从开篇到结尾,意境飘渺凄凉,十分动人 特别是如果我们有一定的阅历之后 或者遭遇过人生挫折之后读到它 会深深地被李玉的悲情和细腻所打动 我们先来看看这首词 《乌夜题》 一梦浮生 醉香露吻,一平道 此外,不堪行 这首词的大概意思是 昨夜风雨交加,本来就烦躁得难以入睡 遮窗的帐子被秋风吹出洒洒的声响 窗户外传来的风声雨声整整响了一夜 令人更加烦躁 蜡烛燃烧的所剩无几 湖中的水已经漏尽 我不停地多次起来斜靠在枕头上 躺下去,坐起来,思绪都不能够平稳 人世间的事情如同流水,说过去就过去了 想一想我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 以前的荣华富贵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醉香道路平坦,也没有忧愁可以常去 至于别的地方,我是不能够去的 这是一个失去家国的人的心境 更是一个失去尊严,失去自由的人的痛苦表达 此的上片以斜静为主 昨夜风间雨,连为萨萨秋生 秋夜风雨来,渲染了环境和气氛 其实除了萨萨秋生之外,此时更无别声 反而让人体会到了夜的寂静和萧条 李玉夜不能寐,表面看来是因为风雨大作 可细细品味,恐怕更多的是因为 她内心的彷徨和郁闷 何止是这一夜睡不好 在很多夜晚,李玉应该也是后悔着 伤感着,辗转反侧 残竹漏断,平期枕 起坐,不能平 这两句是对李玉夜不能寐的状态的直接描写 熬到残竹,听到了漏断 一夜未曾入眠 李玉曾在《喜千音小月坠》中有 无余枕平一 和这句残竹漏断,平期枕 都是写睡眠 但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遭遇 所思所想,已经迥然不同 以前是怀想佳人 如今却是国破家王成为阶下囚的深深无奈痛苦 虽然仍是无语 但却已是起坐不能平了 把李玉的愁思如潮 抑郁满怀的心情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深沉而又致歉 此的下片以抒情为主 世事漫随流水 算来一梦浮生 回过这一生就像做了一场大梦 以前的荣华富贵和曾经的江山设计 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被囚禁的漫漫长夜里 空虚、寂寞、无奈一起袭来 让人忍不住思绪万千 这段写的是很传神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关于人生如梦的感叹 不同的人体验也不同 比如苏氏在《念奴骄赤壁怀骨》中曾说 人生如梦 一尊还泪江月 这千古名句蕴含了苏氏对坎坷人生的无限感慨 颇有些超凡脱俗 大彻大悟的味道 往事如梦 夜如风 李玉的感慨就是如此 昨天还是一国之君 今日却失去了家园 昨夜还是欢歌笑语 今夜却是残竹漏断 那么明天夜晚呢 这样的苦痛遭遇 使得他更加有了人生如梦的感叹 罪相录吻 宜平道 李玉处境的危险困苦 不言自明 被囚之身 即使这样卑微的日子 也不能安稳 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所以李玉只能用沉醉来麻醉自己 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 一罪解千仇 可是李玉却换了个比喻性的说法 罪相露吻 独来让人唏嘘不已 李玉在这首词里 对自己的苦痛毫不掩饰 生活的巨大打击 戏剧性的转变 让李玉自然流露的事 不假事 不矫情的质朴 独来直击心灵 我一直非常喜欢这首词 也许很大程度就是因为 李玉作为一个文人的那种细腻 作为一个失败者的那种敏感悲情 那种我们每个普通人可能都会有的 对世事的无奈痛苦 全部都在作品当中 这种来自于生活的真情实感 是很容易让人有共鸣的 朋友们喜欢今天跟您聊的这首 《物业题》 昨夜风尖语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一聊 这里是支援书香 我是宁希 喜欢节目欢迎您关注我 还有您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也是对节目最大的支持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